台北当代艺术馆 以艺术介入空间的思考点 在中山双联街区 规划了一场皆大欢喜特展 将文创进驻街区 结合影像与声音记录 让艺术走出美术馆 在街道欢喜当中 请到了一位在艺能界 他可是我艺能界的前辈 那就是黄紫焦 焦哥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发想呢 可以请到焦哥 黄紫焦先生能够来做这样的一个摄影作品 总经理好 您好 您好 常常久仰小冯姐的大名 其实我想我们都是很喜欢一些创意的事物 包括您也是 包括我也是 包括观众也是 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看多了或买多了 就会想要自己参与 那很荣幸台北当代艺术馆 他们搞了这个所谓的街区的艺术展演 是 哇 他们就邀请我来拍照 那当然是义不容辞啊 你真的很高兴 对对对对 我自己很喜欢赤峰街这一带 然后呢 他们就说中山区啊 双年区啊 我又没有感觉 我说太有感觉了 我平常就喜欢在这儿逛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来过 我这里有公园 是 有修车的老工厂 对 然后呢 也有咖啡厅 一郎 卖银式的彩券行 餐厅 然后呢 也有一些荒废的建筑 你看它如鼠家之一 然后空白的这个停车场 还有一些呢 很神秘的巷弄 有庙宇 也有轿塔 是 中西河壁 所以我就想说 能不能在这个区块捕捉一些画面 让观众朋友看了之后 也想到这个地方走一走 但是很好奇啊 那为什么你选择了少女赤峰 当时你的主题呢 你知道你这是内行 一个人拍照很无聊 你带一个美女 美的事物 美的事物 美的街区 美的少女 那而且你知道带了个美少女 我们去跟店家沟通比较方便 就是大家都开心嘛 看到美少女 看到美女一定都是开心的 可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区块 有很多小巷弄 那我会想到好像在寻宝 寻人 是 那所以我需要一个演员在里面 他代表着所有人 在这个地方 啊 川流不息 然后去找 他想要找人事物 是 但不管他找到什么 最终都被赤峰的美给吸引住 对 那你看像你选择赤峰 对 它就是红色的 赤峰 的赤峰 对 但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选择红色 或是怎么样穿梭上道 对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赤峰街的时候 我脑中就有很多字 就想到 把这个峰呢 替换成 风雨的峰 是 然后呢 红色怎么呈现 我没有办法拍出一道风是红色的 虽然我这里还是很努力做了一道赤峰 但是我就想说那就让这个少女化作一阵风 有形的风 然后穿梭 而且在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颜色很鲜明 有的地方呢 赤峰有的像弄好像黑白的一样 是 可是绿地呢又非常的耀眼 所以我要用一个最抢眼的颜色去凸显这些背景 像我挑了二十九张 因为赤峰街加起来就是二十九画 哇 他好用心哦 是这样 对 因为我挑不出来 我拍的大概有八千多张 那你叫我怎么选 八千多张 对 所以我到最后就想说 好吧 那就赤峰街算一算 好吧 我就选二十九张 其实是什么划飞过的事 所以就二十九张 没了 我就是觉得这样有点对照嘛 好玩嘛 那结果展览的人就跟我说 不好意思 二十九张挂出来 不够挂 所以我们就用比较动态的方式呈现 我们就不是用表框的方式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自然的赤峰街 你在这里看到的 你去走到赤峰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子 这一场街大欢喜特展 共找了五位摄影师 透过镜头带领观众走入街区 另外更邀请八组声响艺术家与乐团 取材在地产业及空间的声音做创作 其中还有电音界的音乐人林强 也以街区为元素 创作这一首《美好的一天》 声音与影像完美融合 引领大家重新认识中山双联区 我们现在访问到的就是台北当代艺术馆的馆长 石瑞仁 石馆长 石瑞仁好 今天这个地方真的皆大欢喜好热闹 因为这个名字是他们所有的年轻同学们 一起想出来的皆大欢喜 但是我们的馆长给了他一个英文名字 叫Street Found Found Street 可见有多么的有趣 这次集结了视觉艺术 还有音乐创作 还有影像创作 音乐表演 希望把当代馆的活力 创意从美术馆 延伸到地下街 延伸到附近的社区 而且这次邀请到了 比如说有13个店家 他们都是一种创意 创意商家的一种代表 好多很有趣的特色 像我们知道 像比如说猫咪挖洞是什么 因为它是无装店 所以你要四川 四川你进到那里面就发现里面有文章 对 有一个叫做最迷有物局 它其实是在一个四楼的一个店家 但是它从门口就摆了一个油桶 然后一日上就是类似明信片跟着走 那明信片其实就是在展现这附近的 一些有特色的巷弄的街景 然后他们利用每个转弯每个地方都在做展览 而且就是本来这个传统的平面 变了相片它又变成一个绿 然后就等于把附近缩小成为一个空间模型 然后带着你坐电梯进到它的店家 那它可以带客服务 所以你可以选有特色的景片 然后它帮你寄 甚至可以指定时间地点寄给特定的人 好浪漫 那到底什么是花花世界外花筒 我们这一次也有很多艺术家 他们用线成物去做各种东西 比方说我们日常台湾很多这种线成物 就是塑胶类的产品 它们可能颜色很鲜艳 那把它改造一下它可能变成会花光 甚至是变成另外一个玩具 又是一个家具 像这一类的就是说 去展现台湾藏美文化 可以转换成艺术的一种可能性 像我们13个商家 当然没有办法一一介绍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什么是框架摆拍 像框架摆拍这个就有理则 因为这是进到中山区这边是比较时尚的 那进到另外一边是大同期那边 在捷印的另外一边都是赤峰机 都是很多这种汽车零件材料行 那比较老的店面 可是它也是个老 所以有很多老人有很多老店老街 那里面有很多店面 他们有很多过去的这种汽车零件是 可能是回收再利用的 那店面都各有特色 那艺术家他今天近期呢 就是说用一个画框的概念 过去我们的画框就是里面放艺术品 可是那今天这画框其实是让店家 自己说你觉得店里面哪个陈设 哪个角落你当是最用心 所以在地下街 我们常常会让艺术家 跑到地面来进入里长办公室 然后让李明就参与做东西 最后把他们带到地下去做展览 或是甚至在捷印的出入口 你看到那些作品都是李明做的 所以他每天进去说 那个东西是我的 感觉好有参与感 而且也是一种很大的 这个骄傲跟成就感 艺术家游走于都市街巷 观察和捕捉城市的各种面貌 将创作作品 展现在捷运站与商圈 你可以用走街的方式 一览发生在街头的艺术奇想 在生活中体验艺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